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安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欧盟被巨额补贴邀请半导体设厂 台积电低调不回应 美美半导体设备三月出货三十二点七亿美元 连三个月创新高 特斯拉财报价交车量看增超过五成 概念股淡定 低轨道卫星加上奇亚币题材发酵 金宝股价飙近十七年新高 来关心台股 台股今天由航运钢铁等传产族群扮演攻坚要角 盘中冲上一万七千六百三十点再创新高 但电子与金融股表现疲弱 指数震荡拉回 分析表示大盘后续要看资金动向 指数支撑可观察四月二十三号低跌一万七千零五十五点 若没跌破代表先前大量资金没被套牢 短线盘式人偏多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一百秒 欧盟传三十日会台积电冷大厂 内容可能谈到百亿欧元补助 邀欧洲设厂 专家分析各国政府经开始将半导体视为重要战略物资 预料台积电下一步布局走向 不排除在欧洲设立车用半导体研发中心 强化在车用晶片领域相关合作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透露 已将供应链探足机和减碳绩效列入公司采购重要指标 台积电要求设备供应商在二零三零年前 必须节能百分之二十 并将其列为采购评选标准 若没达标可能失掉台积电不少生意 美国苹果公司周一宣布增加在美国境内的投资 未来五年内投资四千三百亿美元 建立苹果公司东部园区 苹果公司周一宣布的投资计划 包括北卡罗来纳 克罗拉多 麻州等九个州 投入数百亿美元 开发下一代晶片及5G创新技术 美国总统拜登28日将与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 预期将向国会宣布增税计划 将美国富人在收入投资遗产方面的税率 提高至四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新唐人也还电视整理报道 台湾半导体发展受到瞩目重要的半导体光照和业者 加登集团 二十七号举行新北市土城新厂动土典礼 除了就近寻觅北部人才 董事长邱明前更透露 未来五年将投资五十亿元 扩增EUV光照载具 创造一千多个工作机会 会在土城工业区占地两千多坪 现在就有中央级设备业者 要辉均北上在这里成立研发中心 后来也将作为重要的备源生产据点 五龙五十送上县锐 台湾加登精密机械 旗下加齐大楼举行动土典礼 台积电日月光环球晶 通通派出主管参加 加登集团两千年切入半导体领域 现在旗下的极止外光光照和 已经打入台积电三星英特供应链 市占更是坐二望一 因为要智能化制造 智慧化制造都需要人才 那毕竟北部这边的人力资源 比较丰沛嘛 那如果要把创新跟能量 放在这里作为研发基地 一定是这里是一开始的基地 那未来大规模生产 回移到台南 第一阶段这里二十亿 对面会有大概三十亿 在五年内我大概会花 大概将近五十亿来逐步扩产 加登董事长丘林前透露 计划未来五年砸下五十亿 发展EUV设备 十颗耗材和航泰产品 占地将达一万五千坪 提供超过一千五百个就业机会 第二第三季营收也将开出好成绩 晶圆载具它需要的机器 还有生产的空间 储存的空间 都相关于我原来 现在光照载具的数倍大 所以这一块呢 过去都还是国外制造跟生产 那现在我们希望把它在地化 所以你问我 我对台湾未来中长期的景气 是非常乐观的 美中纷争趋势无法扭转下 台湾半导体产业龙头台积电 扮演护国神山药角 也带动旗下设备材料化学业者 同时也看好半导体供应链 在地化本土化趋势 新台湾亚特电视黄亮检 沈维彤 台湾新北市报导 但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信息 宏博社特斯拉Q1获利超出预期 但无力推升股价 金融时报 印度疫情紧急欧盟启动医疗支援 华尔街日报 美国科技股财报周起跑 纳斯达克指数首度创2月以来新高 日本产经新闻 全日空拼2050年零碳排放 妥善利用再生燃料 普洱茶能品尝又兼具收藏价值 被称为可以喝的古董 不过相较热门的收藏投资风潮 私家收藏则重视值根量 在台湾有这么一位普洱茶的女性收藏家 从事医疗产业的赖金庙 自父亲和长辈手中 获得了130多种的珍贵普洱茶 这样的数量在两岸三地罕见 多款古董普洱茶也首度在镜头前公开 在享用这个普洱茶的过程 他常常都会想到 我父亲跟我说 我们做人要有温暖 然后就是要有温度 品名好茶从中体悟做人道理 这是生技公司执行长赖金庙 对父亲的印象 在赖金庙九岁时 皇帆两岸三地经商的父亲 因心肌梗塞离世 留给他的只有收藏多年的普洱茶 97年回归的时候一个机缘 所以等于是我伯父 他们就是把那个时候 要回归的时候钱把那时候的老古董茶 那时候都运回来台湾 发现到说 哇 原来我父亲留给我的 是一个这么棒这么棒的一个礼物 透过父亲友人的介绍 赖金庙认识收藏普洱茶多年的长辈 了解普洱茶的珍贵 并沿袭查到 获冲专专业知识 在你的口腔停留久一点 然后你再把它吞下去 然后你会发现说在你的口腔当中 它慢慢的有一种滋润的果胶的感觉 那普洱茶里面它最珍贵的 就是这个果胶 普洱茶独特口感 还体现在它的年份 以二十五年的冰岛古树茶来说 茶汤为金黄色 有淡淡清香 四十五年的老古董茶 因发酵时间长 茶汤为枣红色 茶香浓郁 女茶王夫源长号同等级的 六十五年老古董茶 茶汤则为琥珀色 口感更为生成浑源 那茶的种类将近有一百三十多种 两岸三地收藏加这一个名号的收藏的 私家珍藏的茶 就是真的是唯一的 赖金妙说 一九四九年起 普洱茶在中国除了四大国营茶厂之外 因国共对战导致停工停产 普洱茶遇到了真空中断 直到近三十年又渐渐崛起 香港成为百年来 集散茶叶精华的枢纽 收藏投资风潮兴起 私家收藏则重视值更亮 在我们自家收藏的 这整个的经历而言 其实我们就很单纯 拿个茶区 然后我们的量跟值 怎么样去做一个很好的筛选 所以你茶值好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透过所谓的快速收成 都是属于自然后发酵 产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 有价值性的一个普洱茶 赖金妙兴趣广泛 不仅收藏普洱 也收藏罕见的珍贵奇目 我的医疗产业的技术的来源 也是天然的 那所以普洱茶这一块也是天然的 然后这个奇目也是原生天然的 所以希望我能够给我身边所有的人 就是一个真 赖金妙专注医学本业 乐于以茶会友分享珍藏普洱 每一口茶汤都透着对父亲的爱与思念 待您看到明天4月28号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美国总统拜登国会演说 海力士LGD Sony 瑞萨 苹果 高通 脸书 财报 2021台湾社记展签约记者会 联发科联电法人说明会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报 我是唐吉安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